Hello 大家好 我是冲闲老师 那今天呢 很高兴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iPad Safari浏览器神操作技巧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今天重点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 可以截取整个网页转成PDF档 那第二个呢 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呢 如果网页的广告可以自动把它去除哦 哦 这样在看的时候就很方便 第三个 我们在观看外国的网页 比如说英文的网页 日文的网页 我们可以请Safari浏览器帮我们翻译成中文 当然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小细节功能 来 我们就来操作介绍吧 那在我们的iPad里面呢 请你找到这个指针的这个Safari浏览器开起来 那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呢 譬如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只要点选在上面这个这里点起来 那输入 好 点麦克风 台北市立动物园 再点购 在这边点购 哦 就可以连过去了 这时候再点选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网站 诶 这样就开过来了哦 那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往上推一下看看 诶 这里还蛮多了 对不对 哦 这个很棒哦 那各位来看一下这个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练习第一个功能 要来截取整个网页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开取Safari浏览器 在看的时候呢 建议同学 老师把左边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呢 可以把功能表收起来 好 再点一下这一颗 哦 这样再看网页 是不是比较方便一点 来 那我们把它点起来 我要来截取网页咯 截取网页的时候呢 我们在iPad教 前面有教大家 截取开启小白点 按两下 可以快速做截图 对不对 截图完以后呢 当然在iPad你也可以按快速键 来 接下来 在截取的地方 再按一次哦 话说太多了 来 点一下的时候呢 到这个地方 各位看见了吗 预设是一张图 可是呢 如果在这里点整页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时候已经不是一页咯 来 后悔一下 哦 不小心去画到 怎么办呢 点这里 我们要把画笔的功能先收起来 来 右上角这个画笔 就标记工具 来 这时候你看一下右边 我们的现在截取画面 不是只有一页哦 是非常多页哦 你看一下 看一下 来 这个 呃 再取消一下 你看见吗 好 再把画笔 这边点一下把它收起来 那往上推 各位看见了吗 哦 所以我可以把整个页面都截取呢 老师截取来的时候 我想转成一个资料 再点左上角这边完成 就可以把它转成pdf 存到我们的ipad里面 到档案里面去哦 点一下 那这边就叫台北市立动物园 好 等一下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指定资料夹 点进去 进到里面去 然后再点右上角的储存 来 那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呢 就是把这个网页截取 变成了pdf档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第二个任务 看广告 把广告去掉 不是看广告 来 我再加一个新的页面 比如说我现在去哪里呢 请苹果日报 呃 充钱老师呢 呃 我现在点一下新闻网站 好 接下来呢 我去一个 哦 呃 苹果日报好了 点过来的时候呢 这边呢 有新闻要看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稍微轻松一点点 在 嗯 其实新闻的地方 我现在点这个 3C车市 好 这个 看起来比较轻松 再来点一折吧 比如说 哎呦 Canon的新的相机 在这里 点起来 来 哦 那我们看iOS好了 不好意思 iOS15 那我在看这一页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可能会夹带广告哦 哦 有时候都会夹带广告 像这个地方 你看到吗 我在看这里就出现什么 犀牛盾的这里来 那这怎么操作呢 请同学点一下哦 点哪里呢 请手指头在上面点一下 出现大小哦 来 再提醒你 你在观看的时候呢 哎 上面没有了 请你手指头在上面点一下 出现大小的地方 点一下 点进来 这边呢 接下来做什么呢 请你开启为什么呢 显示阅读器 当你点显示阅读器的时候 那时候广告自动就滤掉了 来 各位看一下 这是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哦 介绍iOS15 beta 6 你看见吗 哎 就结束了呢 其他那些广告的图片都不会进来了 哦 就纯粹文章 来 我们再把它打开来看看 如果你隐藏阅读器会怎样 下面这些广告啊什么 有些就全部跑出来了 这些 哦 所以再看一下 来 我再切一页吧 我们再看一下 嗯 我再点另外一则新闻 3C测试 对不对 在这里 那再点另外一则 譬如说我现在点这个 嗯 上面这个 Canon的相机 好 开起来的时候呢 当然这边右边不是有广告吗 这边都是哦 好 再提醒大家 呃 在 往下推到底或锁止的上面 点一下 就看到大小 来 切成显示阅读器 这样就搞定了 就可以不要看到广告 就看我们文章内文 好 来 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譬如说 来 我再点一下这个哦 左边这个 呃 我们来连结去哪里呢 譬如说去哪里呢 嗯 好 去这里 这美国白宫网站 好 我切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手指头左边再点一下 你看见吗 诶 如果今天我们 要观看外国的网站 那可不可以翻译成中文 我们知道在Chrome试远器 按右键可以翻译到边 Safari都可以 点上面的大小 这时候再选哪一个 翻译成繁理中文 搞定咯 启用翻译咯 来 各位来看一下吧 哦 这时候呢 我现在来点 这里就全部自动 把我们做翻译了 好 来 那接下来我来点一下这一则 我们再点进去看一下哦 点进去 自动就全部做翻译 是不是很棒呢 哦 这个是 我们在 Safari热试器 你可以是来观看的 这个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iOS15的新功能 15的新功能是做什么呢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先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现在点教学 点教学呢 这边有康轩 这边有教育部 对不对 那我现在点掉LU哦 这是我个人在看的 哦 这边有自己的YouTuber 在这里 那这边是Google 那这里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了 来 那这个呢 是可以帮我们把 平常喜欢的网页 做分组的收藏 来 我们来示范一次 就这一颗 这颗点这个加 当你点这个加的时候呢 新增一个空白的 来 我输入 比如说来 再打一个 用云输入比较快咯 教学网站 按储存 那么就新增了一个 教学网站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你就在上面打 教育部 来 这边点一下 做修改 对不对 按着空白键哦 手指的空白键压久一点 当字不见的时候呢 就可以做什么呢 移动 移到这里来 要把嗯去掉 对不对 再点这个 到这件删除 来 下一步全球试询 来 各位看一下哦 这个已经这一页 哦 这个已经在这里有了 我们再回到上面这里来 这里 那在这里呢 我再点一下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刚不小心点到了 好 再来 我们去 比如说 南一书局 好 再点南一书局 把它点起来以后呢 就到南一书局网站 哦 教学网站 哦 教学网站 我再加页哦 新增页面在右上角 再来 再点一下网址 维基百科 哦 忘了加起麦克风 维基百科 再点维基百科 就点过来 哦 这是维基百科 所以这边是南一书局 这边是维基百科 然后再加页哦 点加是这个 对不对 好 新北市青诗生平台 来 点第一个 哎呦 等他一下下哦 这个 那载入中在右上角 各位有看到这个吗 来 我们看一下哦 在我们左边这个教学网站 我收集的南一书局 维基百科 新北市青诗平台 哦 所以下次我不管 切换到哪里去呢 只要我点这个 分页群组标签 就可以看到我平常 喜欢的网站 这再三个 来 那教学在这里 那我自己的东西在这里 那这个呢 上面这个三个标签 是我刚刚开启的 在这里哦 点起来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我们平常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小朋友会开很多网页的 譬如说他又点了 来 再来个云书吧 游戏网站 来 我就点这个免费游戏吧 那在这四个 这边就有四个页面哦 来 我这边再点一个 单人游戏的 好来 那广告先拿掉啊 哦 这里来 这边几个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小朋友如果下次 我现在把LULA Chromebook去关闭 对不对 下次再开启会去哪里 会去上面这里 有四个页标签 标签页 你看见吗 如果再加一个 加从哪里加 右上角 再点一下 好 比如说这里呢 我又去Google 那就几个了 五个 好 我再点加 奇摩网站 来 各位看一下 第六个 小朋友呢 他一直开一直开 因为这个平板是公用的 那越开越多 下次你启动Chromebook 就会等很久 因为同时开了几个 开了六个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所以小朋友告诉你说 老师 我的Chromebook好慢哦 因为你让它负荷太重了 只要Chromebook开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 会去六个标签页 不是六个 你这边之前设几个 它就几个 我再关闭一次哦 好 手指头 由最下方往上推到中间 停顿一下 把它往上推就关闭了 然后我们再开一次哦 你刚刚没有关 它就不会帮你关 哦 开错了 开哪里 指针这个 Safari乱卵器 你看到六个吗 这样呢 要教小朋友把没有用到的网页 要关掉 那我开六个怎么呢 关闭请你点右上角的方块 四个方块这边 点一个叉叉就可以关闭 老师 那我这边小朋友 可能开了五十个呢 那怎么办呢 注意哦 请你手指头在这个叉叉的地方长按 当你长按一下 就会看到这个了 你看见吗 我可以把这个六个标签加入书签 也可以把这个标签移到什么 哪个群组 譬如说这个 我想移到我这个群组来 哦 那我们可以选择哪一个 关闭其他页签 关闭其他 到时候只剩下它哦 那就可以把五个全部关闭 来 我点叉叉 哦 只剩下它 再点叉叉 那就可以关闭了 你看到吗 这个是我们的其实页面 所以务必要请老师 要知道小朋友 不可以一直开 都不关 来 那我再点一下这个吧 譬如说我再点一下这个 再加进来哦 我们到 宏基的网站 太多了 A C E R 来 我打Acer 那打Acer呢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什么 下载驱动程式对不对 就对我来说 这个我也想要 同意Cookie给它没关系 那这时候呢 来 我当我点四个方框 这里的时候呢 老师 我已经连过来了 我想把它放在 我自己的LU这里 怎么办呢 来 点这个XX地方 压着不放哦 可以做什么呢 移到标签页群组 哪一个 我放在我的LU 哦 所以下次呢 你点LU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我们宏基的网站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透过今天的这个呢 来 那当然这边上一页 下一页 还没完还没完 我们再看一下 大小的地方 你在浏览的时候 还可以做很多呢 老师 我老花眼了 来我们来看看老花眼的效果 教学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教学网站 维基百科 哦 把它收起来吧 收起来 记得左边这边吗 像冲行老师的老花眼 点这个大小 我可以把刺改什么 大一点 大一点 否则我看不清楚 哦 你看到这大小 很多功能就堵在这里 哦 这刚刚说过 去读广告 对不对 那你可以隐藏工具链 哦 再点一下吧 这个 哦 再按两下就叫回来 隐藏工具链什么叫回来 在上面这边敲两下 就可以看到这个了 那这边呢 今天这样介绍 我想你对Safari料理器 都更清楚了 来 左边的是 功能页面的标签 这一颗 好 那今天呢 大概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咯 拜拜